这五的美国股市让投资人再一次哀鸿遍野 都从指数收盘时重挫880点 标普与纳指也双双创下1月21号来最大单周跌幅 每股跌成这样主因就是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创下40年来新高记录 在现实生活中通膨对生活有多大冲击 营法族感受最强烈 72岁的老太太在10年前退休 现在退休金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不但三三需要食物银行救济 还得当清洁工才能支付账单 社会救济金调幅只有5.9% 远远追不上物价飙涨的速度 甚至是医疗健保也一样纹身上涨 但是通膨问题恐怕只会越演越烈 而且随着美国其中选举逼近 加深拜登政府的震惊压力 联准会未来恐怕会有大动作 升级虽然势在B行 但迁一法动全身 不少经济学家和企业都担心 美国明年恐怕会出现衰退 TV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